举办一场水路法会 所供养所救度的众生 范围非常广大 水路法会是汉传佛教的一种修持法 同时也是汉传佛教诸多修持法门中最大的一项 因为一般的法会 只送某一部经 只拜某一部颤 而水路法会则广受诗坛 每一坛就是一堂佛事 人寿可多可少 法华坛要六位法师来读诵法华经24卷 还有嫩言坛读诵嫩言经24卷 还有净土坛要请六位法师来念佛七永日 那内坛当然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请高增大德来读法 当然我们一定是请我们的导师 上广下词老和尚 来带领大家来主持这个内坛仪轨 因为内坛我们大家看都是正表和尚跟副表和尚在念 事实上最重要是 主法和尚他的观想的能力 还有水路法会一定要放五堂宴口 这经书上规定的 圆满宴口请老和尚来主持五大师宴口 就是希望把这个功德做得更广大 能够利益更久远的众生 能够利益一些希望得到瘦度 救苦救难需要得到瘦度的众生 来此领章功德 水路法会的内坛供奉有二十八株天 甚至十殿阎王 在水路中 这些全是菩萨 而拜水路的功德 属于所有参与的人共同所得 在水路法会所有引寝 供养礼拜的对象 他们都会列临法会现场 各自以他们相应的音源与根器 到各个坛场 听经文法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